歡迎來到林獎鬼頻道 最近天氣都幾凍,打火鍋適合 今次介紹一間性格比超高的打火鍋給大家 價錢屬於中位價,不是任食 出名是有即炸響鈴 雪花牛頸隻 定級美生蠔 肥美新鮮刺身 自家製水餃 本地手切肥牛 即炸魚皮 間野叫表叔 主打刺身海鮮火鍋 是一間不起眼的火鍋小店 主打手切新鮮肥牛 手打四寶丸,手切定級牛頸隻 即炸響鈴,手切牛胸爽 位於大角咀福泉街19號地下 旺角A2出口,步行約7分鐘 舖面不大,裝修樸素平凡 但著重食材品質 這裏的湯底有超過20種選擇 有胡椒豬肚鍋,海王一品鍋,酸菜魚鍋 泰式冬蔭公鍋,蘿蔔清湯牛腩鍋等等 過碗泡又可以鴛鴦鍋 例如胡椒豬肚雞和鮮茄薯仔 加多30元 可以任答,價錢都十分受惠 大火鍋牛肉不少,這裏有頂級牛頸隻 頂級首切新鮮肥牛,肥牛粒等等都有 這裏混醬不用走出去 職員會給你一個賬款 等我們用完再收回 基本上大火鍋的醬汁都齊全 炸蒜,芝麻,辣椒粒,蒜蓉,芫荽,蔥,蔥等等 加上豉油 飲品方面除了可樂汽水,一匙渣竹蔗毛巾 還有超大杯Hot Garden 對比客旁邊的杯就知道這杯打得誇張 火鍋怎麼都喝點啤酒 今次我們點了麻辣牛雜和番茄薯仔湯底 價錢又不怪一次過試兩種味 而且這個鍋都幾足料 這個是魚皮餃,有8粒 不會說的好硬那隻 火鍋通常的辣湯底那邊會先滾 正確,牛汁要大滾一段長時間先吃滾 趁鍋未滾,把豬潤腸放進去 看上去色水都幾靚,洗得幾乾淨,溶了雪 滾氣了,拌個湯底料給大家看看 牛汁的份量都幾多 喜歡吃牛汁的朋友一定要試試這個湯底 這個是上級生蠔 但小色中幾新鮮,不是冰鮮硬小那種 這碟是雪花牛頸隻 賣相很震撼,油脂分布平均而且很大碟 切好長方形一條條,滾下去就知道是不錯 屬於半熔雪狀態,都是這裡的招牌之一 好了,我不客氣了 牛浸下去六幾下就可以了 賣相相當漂亮,夾起來幾軟熟 牛吃下去很有牛味,好嫩,很好吃 這個是自家製響鈴,都是招牌之一 是即叫即制的,還聽到有剛剛炸起的聲音 響鈴,都是放進湯底,六幾下就可以了 整個響鈴,吸回牛汁汁 吃下去幾爽口,有驚喜 這碟都是招牌之一,手打四部丸 每款有三粒 說明手打,每粒丸都是現製人手支出來的 並不是那些雪藏貨色 這裡有專人幫你撥些軟落的湯底 還好欣勤幫你加湯,教授好服務 簡直是皇帝式享受 軟加上湯底的料都好多 煮到差不多,記得拌一拌以防粒底 下次可以放一半好些 始終鍋不是太大 自製番茄薯仔丸煮湯完成 我湯底超甜幾好飲 墨魚丸爽口蛋牙,吃得出墨魚是好新鮮 鱗魚滑魚肉鮮甜,而且是彈牙 都蠻好吃 貴少少都值得吃得出廚師的用心 這碟是凍豆腐,兩大大小 都可以八小份 豆腐的孔孔,吸收湯汁 加上醬料,好入味,好好食 凍豆腐火鍋其實不錯 真是要讚發明凍豆腐這個人 吸收湯汁的豆腐真是超級好吃 這個是自家製雲吞,都是現叫現製的 吃下去的蝦餡料都蠻版本,蠻好吃 最後叫這個雜菜賣味 出街吃肉吃得多,怎樣都要吃一點點菜 菜都蠻甜蠻好吃的 我們由晚上10點半吃到差不多12點 老闆沒有趕你走之餘,做給你慢慢吃 吃完還送水果盤給你燒一下 幫你每份佔一小塊,真是蠻細心 今餐我們把所有食物都吃完 吃到好飽好滿足 由於我們吃過蠻味,隔多幾天就吃多次 今次選了胡椒豬肚雞和無血黃鴻翁 嘗嘗它這兩個湯底有正不正 今次都是有專人服務,幫你夾豬肚雞 豬肚雞煲有整隻雞那麼多,豬肚都不少 雞連迷雞腎的,怕蛋身我們,他們幫我慢慢夾 外面那些頂多幫你一下車下去 或者雞連煲底上賣 想不到伙計男人老狗都這麼好服務 而且雞的尺寸正常,看上去不肥,而且多新鮮 餃子就叫了個自家製鳳城水餃試試 餃子皮薄餡靚又飽滿,爽口淡牙好吃 今次試它的刺身 叫了三文魚刺身,有10件左右 大大塊,而且賣上都幾美 油脂分布都幾平均,幾新鮮的,看上去 性價比幾高,比外面好多刺身專門店 嘗試試牛頸隻幾好吃 今次嘗試這個手切新鮮肥牛 切得幾薄身,鮮牛肉的色澤都好美 屬於偏瘦那種 由於夠薄下,夾起它六兩下就搞定了 咬下去比較有嚼口,好重牛肉味 這碟反而貴些,覺得上次雪花牛頸隻好吃些 我們叫一個炸魚皮試下 即叫即就是大大碟 上碎的時候還聽到魚皮剛剛炸起的聲 只是這樣吃都已經很好吃 今餐都吃得好滿足,賣單人關300元 這裡的鍋底選擇真的好多 容料好足,而且好新鮮 表叔果然有料到,每次去都吃不厭 下次再嘗試其他東西 留意這裡的營業時間是下午5點半至12點 好了,今集就介紹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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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